法身 法身在佛法上讲叫法性身 是愿力成就一切能量的本源 法身是聚集所有能量的本源 能量的本源就是你的性中佛 就是本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当你完全得到法性身时 你就是一个菩萨 是很高层次的菩萨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来分享我学佛三个多月就发生的法喜案例 感官是因菩萨慈悲 我今年59岁了 以前没有闻到佛法 自己身体方面欠佳 今年四月份时 经刚学佛不久的嫂子介绍来学心灵法门 从慢慢地一字一句听念佛基学会功课 到开始念小房子 坚持放生 学习白化佛法 我的身体不是太好 几年前就生过乳腺癌 吃了很多苦头 加上十多年前就有腰椎盘突出 腰痛动过手术 花了很多钱 也没有好转 导致腿脚都不灵活 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每次都拿那种专用凳子坐着方便 在我念小房子一段时间后 也就是学佛三个多月时 我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好 有天我在心里想 学佛的人都有菩萨保佑 经常灵验奇迹发生 我也想自己是不是念出了效果 于是我就看看自己的腿膝盖 是不是能打弯蹲下去呢 结果就特地不拿凳子蹲下试试看 没想到我真的就能蹲下去了 膝盖能自如地弯曲了 当时把我激动地不能自已 感恩和开心地不得了 简直要跳起来 飞起来地高兴 赶快打电话告诉佛友 分享自己的喜悦和感恩 师兄们都替我高兴和感动 要知道我十多年来 住院治疗多次都没有效果 上厕所从来都是靠凳子的 没想到学佛才三个多月 我们有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加持保佑 我十多年来弯不下去的腿 就这样奇迹的好了 实在是太开心 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在我身上 我的小孙女儿问我 奶奶 你腿好了就这样高兴 是的 我太高兴了 没吃过这种苦的人 怎么能体会到这种幸福呢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最近天气变化太大了 上午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我把今天洗晒衣服拿出去晒 中午就和家人出去办事了 下午回来的路上发现天气起了变化 离开家的几公里 天空开始乌云密布 要下雷阵雨了 心想 糟糕了 我今天晒的衣服还在外面呢 要淋湿了 再回家路段 看到路面上全是雨水 路面全打湿了 看样子刚才这里雨还不小呢 车子缓缓地进小区门口 竟然发现就隔一条马路 我们小区里的路面上都是干干的 这里竟然没有下大雨呢 我忙回去收拾衣服 发现今天我晒的衣服 法会一公符 一点都没有被雨淋湿 真的太乏喜 佛菩萨保佑 又一次让我震撼了 家有佛菩萨保佑 真的又印证师父一句话 如有真修之人 能庇佑一方土啊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南无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卢君洪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所以学佛人 首先要学会尊重所有人 因为尊重是一种教养 尊重别人是一种教养 任何人做事情 台长告诉你们 都不会尽善尽美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善尽美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 以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或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去审视别人 因为我们人总是喜欢 拿自己去跟别人比 我们也没有资格 用不屑一顾的这种表情 精神去伤害别人的自尊 当你伤害别人自尊的时候 你记住了 你终有一天被他伤害 如果自己某些方面不如别人 我们也不必要 以自卑和嫉妒的心 去代替自己应该本来就有的一些自尊 所以以礼相待 平等对人 这是最好的 所以学博人应该懂得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实际上尊重别人 人家看得起你 因为你有修养了 有一家生意红火的蛋糕店门口 他们蛋糕做得非常好 站着一位衣衫蓝侣 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乞丐 身上非常臭 旁边的客人都皱眉头 把鼻子捂住 露出非常厌恶的绳色 边上有个伙计就说 一边去一边去 快走快走快走 这乞丐却拿出了几张 脏兮兮的小面额的钞票 小声地对这个伙计说 我来买蛋糕 我要买最小的那一块 店老板突然之间 一个年纪大的店老板走过来 热情地从柜子里 拉开玻璃橱窗 取出一小块精致的蛋糕 递给了乞丐 买完之后 生生地向他鞠了一躬 并说道 多谢关照 欢迎您再次光临 这个乞丐从来没有碰到 这样的礼遇 受宠落惊了 然后就离开了 他从来没有受到 如此的这种礼遇 那么店老板的孙子在边上 都看见这一幕了 他就觉得非常不解 他就问 爷爷爷爷 你为什么对乞丐 如此的热情啊 店老板解释说 孩子啊 虽然他是乞丐 但是他也是我们的顾客呀 他为了吃到我们的蛋糕 他不惜去花很长时间 去讨来这么一点点的钱 实际上 他是很难得的 我不亲自为他仆悟 怎么对得起 他的这份厚爱 孙子又问 那爷爷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还要收他的钱呢 现在小孙子很厉害了 啊 你居然这样对他好 你为什么收他钱呢 孙子问了之后 店老板说 他今天是客人 不是来要饭的 我们当然要尊重他 如果我今天不收他的钱 岂不是对他的侮辱吗 要尊重我们每一个顾客 哪怕他是一个乞丐 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顾客给的 小孩点点头很听话 所以在佛法界上讲 尊重绝不是一种社会场合上的礼貌 而是来自于人深层的内心深处 对另外一个生命体深切的平等性的理解和关爱啊 感恩菩萨 因为身上的本性 身上的本性就是宇宙的本能 就是宇宙能量体的总和 科学家 科学家也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